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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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 那属于它这个品牌希望给玩家的一个 就是感觉 对 就是感觉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就是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个简约的风格 它是一个酷炫的 RGB 的感觉 或是一个很点劲很 GAMING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各个品牌 想要去给玩家一个不同的选择 就是会有很多它们家的主要的特征版 那尤其当然这种选择只在中高阶 我觉得大概是3000左右 3000左右或3000以上的壳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分明的一个系列存在 那我觉得NZ-ST它们以来就是 其实H系列它们算是它们很长青的一块 其实它们在更早以前还有蛮多不同的 像 Phantom 的啊 或是之前那些 那超久 那真的超久 就是之前在写700的时候翻了一下 诶 奇怪它们怎么以前好像长得这么丑笨 长得这么不一样的 不好说 所以我是觉得它们就是之后发现 诶 这个 H 系列 然后它们整个后期 它们在新产品的设计上 其实都是走这样的一个 就是变成它们就走这种正方简洁 然后就是有一些有静音啊 或是怎么样的 是 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这两款 就是 H510 Elite 跟 H210i 那它们基本上 H 是它们主打的系列 就是中高阶 H 系列 那 200 500 700是分别它们是 就是 mini ATX 然后 ATX 跟大的 ATX 对 大的 EATX 其它不算 EATX 它起来还是算 ATX 因为它不就 EATX 我觉得可以 可是要看它的尺寸 因为像 EATX 有些是旁边比较宽 有些是下面比较长 那对 这个就不一定 那反正现在它就有三种 就是小的 小的 中的 大的 分别是 200 500 700 对 那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是 210 510 对 那它跟之前的 200 跟 500 差别在哪 其实大概总结来说 大概基本上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 Type-C 是 那第二个 Elite 这一版它是前门版多了玻璃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它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玻璃 那以往都是这样 那现在多了玻璃 所以这是它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 510 这个系列 Elite 跟 i 的都有做到垂直的 就是先卡安装 那这是几个比较外观上 然后还有就是它们这些所有的版本 都换上新的 Smart Device V2 所以是说它们这个 灯光控制的部分 对 就是 这个更新 以前它们大部分是只有 就是 Fan 然后我记得是一组灯 然后灯的扩充 可是它现在就是做得比较足 像这个系列的话就是三个 Fan 然后两个灯条 所以它增加了一些配件上面的 控制资源度 就等于说我现在想说好 我要给它全上 RGB 可以就是这边这边这两颗 你也可以换 RGB 就换 RGB 方向 然后它后面还有多的 可以扩充跟多的可以这些 RGB 的插座给你使用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前 在以前就是如果你不是 510 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多有一个 你要再外加一个就是控制盒 二代的 RGB 控制盒 对 那这一次的话它是买机壳 就直接把整组都包含在里面 应该说这一代的话就是整个的更新 因为之前也是有控制盒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到 RGB 还有这些的时候 就是这么多资源 这么多资源 所以它是这个系列整个升级就是资源度更高 尤其对于你说的想要风扇或是 RGB 的扩充 那当然因为他们家有i的跟 Elite 的系列 都是有搭载 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Smart Device V2 那那个 V2 它除了控制 它除了就是你去当一个 Hub 的用之外 其实它最大的用处是要接软体 就是它可以跟它 Can 的软体 可以做一个监控设定 所以它会有一个官网有一个就是 可以免费下载 可以免费控制你的整个电脑 没错 就算你买的不是 NDST 的机壳 你也可以装 你也可以装它的软体去控制它的调整 没有啊 你没有它的产品不能控制 要Device V2 然后可以控制其它的灯光 等等等等 好 Device V2 是一个硬体控制盒 对 那它除了直接接上去可以扩充之外 那因为像有些你可能主机板的灯 你可能假设你主机板没有 RGB 的 那你就需要有这样的控制盒 那当然风扇大家一定够啦 可是如果你想要扩充到硬体盒上也是 OK 那所以这个是它硬体的控制盒 那这个硬体控制盒最主要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给软体来控制 就是我要让 就是我可以透过软体 就我们刚刚说那个 Can 的那个软体 对 我可以控制说我风扇的转速 我 LED 的灯光的颜色 颜色也可以改变 模式也可以改变 模式也可以改变 那当然这个 Can 软体它是免费的 嗯 所以你就算没有 NDS-T 的随忍啊或机壳的产品 你一样可以装 那它装了之后它会有一些 基本的电脑的资讯啊 嗯 还有监控的功能 哦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他就算 不能控制灯光也可以看到你电脑是配备的 那当然因为有 Smart Device 的话 它其实内建还有一个Mine 所以它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自主性的降噪压力测试 这也是它软体提供的 就是说它帮你测试你现在的 压力测试你的CPU GPU的散热效果 跟你现在风扇的转速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 然后做到安静的效果 这是他们 Smart Device 跟 Cam 软体所提供的一个功能 那感觉还不错 所以也就是说这也是少见啊 就是你买机壳 有硬体控制盒就算了 它还给你一套软体去控制 所以我觉得这是NASC 几个特色之一啦 那当然还有 我觉得算是他们家 比较独有的一个工型的挡板 就是在中间这个吗 对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特写给玩家看 因为如果大家有装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因为现在 主机板右侧大家为了要走线 所以它一定要破孔 那有破孔的话就会有线的跑出来 就会有漏一小段 你那个前面漏一小段这样子 那所以 所以这个工型的这个挡板 其实NASC他们算是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H系列的一个象征 所以就是他们家H系列 独有的一个这个挡板的设计 没错那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外 那它也是走 它算是走的是比较 比较属于算大宗的双分长 可是你会发现说它有它自己的特色 所以说它像外观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整面俐落 像这台 就是整面俐落 然后它的logo是同颗 就是白色同颗 所以它其实logo没有很明显 但就是你反光的话 抓一些角度它会看得到这样子 然后换到这台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因为在Elite的版本它是改成前玻璃 那它也是玻璃做到整面 然后这也是他们家一贯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到内部的整洁 就是你看到刚刚说的那个共型挡板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要遮挡那个 24PIN跟显卡的8PIN的线 然后去把它做到美观 那再来的话 它还有一个特色是他们自己有个 我觉得算是蛮疯狂的理线设计 理线设计吗 这个是大概我们可以猜的时候 你等一下猜开来给大家玩家看 对 好 那我们这边应该特写一下吧 刚刚我们讲的几个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镜头切换到特写画面 那给玩家看一下我们 刚刚在外观上面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首先就是上方的话就是多了一个Type-C 好 那这边 就是它的按键这边 上面有一个这个Type-C的 Type-C 然后3.5mm的耳机 对 然后再 然后再来就是它侧边 对 它这台风流是这样 前侧是从左侧进风 对 然后后面 为了要加强整个散热 所以它在上面这边 嗯 有开孔 上面这边有开一个散热孔 上面也有开一个孔 对 那就是可以做到说 如果你这两边 就是前上跟后都装风扇的话 你就会有 比较好的散热效果 它就是一个前进 抽风的 然后上跟后出风 对 就是它希望 如果你想要更好散热 就是这两边都装出风 对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有 比较大的风力 去把前面的风整个吸进来 整个吸进来 对 然后在前面 前侧的外观就是 这台是510 Elite 所以它是前门板 直接换成了玻璃 那搭配的是它们两颗 AER RGB 2 的风扇 所以这个是14公分的 就是一个 两颗14公分的大风扇 对 然后是RGB的 很炫啊 它是直接 含在机壳里面 没错 就直接送你 而且它这个HU 这个500跟 500这个系列它是比较特别 它是下分舱它是直接 金属包覆 就直接机壳就包覆了 对 可是它的上面就是玻璃 这也是算是 比较少见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所以 一般可能都是整面就是玻璃 那这边分舱这边就没有 必方遮 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其他机壳的话 它是整面玻璃 就是涵盖到下面分舱的这边 对 然后而且它分舱 就其实是直接包在机壳里面 收进来的 那它这个的话 是它整个壳外面 就是直接 就是机壳的金属机壳 然后之后 就是直接遮掉分舱这块 然后再到上面是 所以它的 它的上面这边啊 就其实它这里就是外 就是你的机壳外部 是 然后上面这边 就是它的玻璃只有盖到这 没错 但是它就是 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看啊 是啊 然后它的玻璃这一代的话 也是直接就是卡着就可以装了 好 那我们来装这种看 然后它是只用一颗螺 就是它是用锚钉 压着 对 它就可以固定住 然后后方再锁一个螺丝 手转螺丝 这样把它锁住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设计还不错 就是你只要锁一颗螺丝就可以 没错 解决你的整个侧边的挡板 因为我们平常是用两颗螺丝去锁 也是主要为了美观啊 所以你会看到说它整面玻璃是没有开孔 那而且这个算是相当平整啊 那就是到整个底部啊到上面这样 OK 好 OK 那因为这个会反光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掉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掉 好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话 内部的话它就是 那个公型挡板就是那个白色那一块 对 那我们来特写一下这个公型挡板 它就是刚好遮挡了那个 那个ATX 24PIN啊 PCI 8PIN 就是主机板右侧的开孔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从后面走线到前面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线突出来的那一节 就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一开场那个角度 其实大家看起来就会变相对简洁 这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设计啊 就是它前面在主机板的右侧这边 有做一个挡板的一个设计功能 所以这个还不错 对啊 因为这样子你看 它整个前面感觉就空掉很多 嗯 空掉很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的话是 嗯 其实你可以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那主机板位置的话 其实就差不多啦 那就是上侧一样也有开 那个走线的空间 所以大家就不用待机 那下方也有 对 那它整个算是 应该说它的硬体配置算是 我觉得比较主流的 就现在就是双分舱啊 嗯 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它只是说它们在设计跟理念上 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那它前面的话也是可以安装这个 280的冷排 是 前面最大到可以到280 所以是想要玩水冷 它也是可以支援一些DIY 或者是 一去 这个就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 考验功力 考验功力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其他机身 它其实满 满小的 它 就因为它500跟200系列 就属于比较小型的 所以变成说 你要DIY也是可以 可是就是变成说 你要 但是你的技术 花点时间 瞧一下位置 去放那个冷 冷排可能 顶多就前面了 一些水泵 然后水泵跟那些水像 是 好 然后再就是 直接 看一下背面 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 我会说为什么它有点 算是偏磁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 这应该也是少见 机壳有这样设计的 好 看一下 背面 你把它拿近一点 你会看到它那个走线的勾槽 所以它的走线勾槽在这里 就是 500的话因为它机身比较小 所以它只有中间这一组 是它的整个的走线勾槽 它本来它这个是有点橡胶 就是你可以去 引导说 24PIN 然后这个CPU 这个PCIe的8PIN 我要怎么走出来 然后刚好它这边都有 勾槽 就是你可以把它勾进去 卡住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 让你的线卡在它的这个 挡板上面 它有一个槽在这里 然后它有提供这种 就是魔鬼毡 魔鬼毡也有附在里面 没有这是已经定在上面 已经定在上面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拉出来 然后线穿进去 那这样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 你就也不用再想说 你线要怎么拉 怎么走 就已经帮你想好了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它们一个比较 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对 这个也是只有在它们家 H系列才有 H系列都有 H系列都有 然后在上面的话 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 Smart Device 2 V2 那这边的话就有三组FAN 三组FAN 三组FAN的通道 然后两个LED的channel 然后Power它是接SATA的 所以它也是用SATA Power 对 OK 应该是啦 好 所以这个是Smart Device V2 对 新版本 然后直接内建的麦克风 跟软体的支援度的测试 OK 那所以它背面看起来 大概就是这样 它整个背面看起来就是 很明显就是 帮你想好怎么走线 走线都已经走好 所以它看起来 非常的简单立落 就是 你也不用再想说 我这台主机 我线要怎么整 对不对 它已经帮你都想好你的路线 然后两颗SSD 对 然后硬碟槽就在下面这边 两颗 两颗硬碟槽 它是可以支援到3.5 两颗3.5 两颗3.5 在下面 然后两颗2.5 对 好 那如果是200的话 就是少一颗3.5 然后一样两颗2.5 一样两颗2.5 对 好的 所以这是大致上整个外观 到左侧的公型老板 还有右侧的整个理线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 NEST H系列能给玩家一个 如果你是偏直狂的话 你就可以去 可以整得很漂亮 整得很漂亮 老实说 因为像我也有装了一些机壳后 我会发现像 它比较没有给那个孔位去做 束线大的那种勾线 对对对 就它可能没有一个凹槽 我可以很方便的把线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也是我在 有些在机壳在理线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一个固定点 所以它就是有些 所以它就是整个背面的挡板 它就是平滑的 对 它也没有打一些小洞 让你可以穿那种束线 把线整个拉住固定的 这当然也是考验功力 可是我就觉得说 它们这样的设计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是我蛮惊艳的 就是觉得很特别 我第一次看机壳 有帮我做好理线跟整线 所以这也是我蛮喜欢 它们H系列的一个原因在这 那就是这也是NZXT比较贴心 它有为玩家导想到 就是 是啊 之前跟它们 跟它们的讨论的时候 它们是说它们比较 疯狂 有点偏执 就是固执 就是想要做到那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也是它们H系列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外观就是这样 整面俐落 然后它还有别 它主要还是以白黑为主 所以它们就是 目前是两个颜色 其实它颜色官网还是有配 例如说它有些 配一些比较特别 蓝色红色都有 只是说那比较不是主流的一款式 就是俐落大气之后 然后就是它左侧的是公型挡板 这也算它们加一个特色之一 那优车就是它有一个理系列的沟槽 然后搭配的是Spy Devices V2 跟Can的软体的较支援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少见你说高阶机壳里面有附 控制盒跟软体控制器 这也是它的 我觉得算是NESD整个H系列来说 比较特别的地方 然后当然如果你是搭它们家的水冷的话 一样也可以透过Can的软体来控制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这边也有放 这个是NESD它们的一体式水冷 没错 那我们等一下也就是可以透过整个 控制器去调整它的整体的灯光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好因为我们外观差不多都讲了 对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到底长怎样 对那我们请导播帮我把画面切一下 好啦这就是Can的软体 它基本上就是让你去看你的电脑的资讯 对那所以就是它除了在灯光啊风扇控制上面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检测你现在系统的温度 你现在显示卡 显示卡CPU它用了多少的效能 可以就在这边 所以它的主画面就是非常简洁利落啊 你一眼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基本上电脑的资讯 有些虚资讯都在这 然后当然如果你怕说装机 你不知道规格菜单对不对 你它这边有个总结 就算是一个 所以就是数字化的 就是一个列表啦 让你去对了 如果说有些像新手 他们请常就是店家装机 装好机的时候 你不知道因为有些 怕被有些人会给你装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1060 他给你装1050 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 到底要去哪里看这个资讯 而且像Windows也只会显示CPU 对 CPU跟记忆体而已 对 那剩下的话其实用它这套 它一样也可以直接看到 那是蛮方便的 然后在游戏的话 它是有做一些overlay 可是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少用了啦 就是它也有这个功能 然后超频也是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靠这个软体 来帮你的电脑超频 可以 可是相对来说 还是会比较建议 就是使用主机版 主机版 或者是显卡提供的 因为那版本比较针对他们 因为它这套是一个 是 算是应该所有都支援 可是就是很基本的调整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调的比较极致的话 还是用主机版 或者显示卡提供的 提供的 提供的他们的价格 然后在cooling这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现在 Smart Device V2 就是这个机壳接的风扇 对 那我现在三颗都在silent 我可以把它调整 对 然后现在是静音模式 我直接可以把它开成固定 固定 固定它的温转 转速在多少 所以现在是100% 运作 声音有起来 有变比较大声 风降也变大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你的Fan 1要调什么 Fan 2调什么 Fan 3调什么 所以你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前面进气我想要大一点 然后home 或者是我今天初期想要大一点 都可以去调整 都可以个别调整 那当然如果你懒的话 你就在那边选silent Performance 也OK 一键搞定 通常我的话 我自己都会选Performance 就是效能模式 对啊 这样子增加它整个机壳内部的散热 然后在玩游戏上面 可能也会有比较好的效能 然后在上面这个就是 它可能就是他们的水冷散热机 是 它是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资讯 所以它现在就是 它的一提式水冷的 风扇转速 也有在上面 都一样的 然后在下一页就是Lighting Lighting的话就是 我可以用这边去调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全选 然后 因为全选之后 不同的产品 跟不同的灯 它支援的模式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最好看的应该还是这个 Special Wave 所以它这是一个就是 RGB RGB 就是RGB的循环 然后你看到它的 冷头 然后前面两个风扇 还有它上面这个灯条 好 给玩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灯条 这也是他们H系列 这个壳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一定会给一组灯条 就是内建一组灯条 在机壳里面 都是上面 都是上面 然后就主要把灯打下 就是让你的CPU这边可以比较亮 比较亮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更亮的话 下面也可以再多一组 再多塞一条 在下面如果上下都各一组的话 其实就很亮了 就够亮 对 就会超亮 夜电风 然后 可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说 上面这一组我会调 我会故意只开白灯 因为它这样子整个机壳里面的空间会比较明亮 你比较可以清楚看到你里面的设备 没错 然后前面或后面 前面啊 你可能要眩一点 你就可以把它调那个 RGB RGB循环 对 然后就是 都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整 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像是你看它前面接的是两颗风扇 对 它的图示会转成 会变圆的 是 可是你上面这个明明 它是一个灯条 所以它是直的 对 所以它现在是 会告诉你这一颗灯是什么颜色 它会告诉你你装的是什么 类型的产品 对 它这就是圆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风扇有几个灯 它会这样切出来 然后你如果是灯条的话 它有几个灯也会切出来 所以因为我们只接一个灯条 所以它现在显示亮的就是 只有一条灯条 对 所以它最多是一个通道 可以接到四个灯条 接到四个灯条 那这个风扇的话 因为它这里算一个 一二三四 四个 所以就等于说它一个通道 最多可以到四个啦 四个 就是四个灯条啦 或四个风扇 四个风扇这样子 就是它用这样的方式去控制 这是NEST 就是 我觉得还蛮 这个还蛮 就是怎么讲 介面还蛮直觉的 就是 在一般玩家 如果你是比较入门 或者是你比较专业 你可以 它是图形化介面 你一看都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诶 我不用再去找一堆有的没的资讯啊 就是看不懂这样子 老婆你切失败啦 好 它其实大概就是这样了啦 是 然后再 它这边就软体更新啊 如果你有需要啊 然后最后这个 自适应的降噪设定 就是它这边有 基本它 因为这台之前测过 所以它有说 例如说 它把你的数据给 记录下来 差异啦 然后调整 那这个就是要完整 要跑完一遍才会有那个 它的资料 资料出来 那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 对于smart device来说 蛮特别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内建一颗麦克风 它去侦测你 整个机壳内的噪音 对 然后去再根据CPU温度 GPU温度 然后风扇转速去调整 去做一些调整 细微的调整 然后打到最好的 平衡 效能跟静音的效果 就是它会帮你自动去设定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风扇的转速啊 曲线这些的 了解 我觉得也是蛮 蛮好玩的啦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就是我可以不用 就是我手动在那边调半天 我只要一键 让它去跑完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抓到 理想的状况 是 那还蛮 这个 蛮有趣的啦 这也是算是机壳里面 对 比较少会有 只有他们家有这个 只有他们家有这个功 对 OK 好 这整个的话我觉得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就是 NES-TJ是新的 H510 Elite 跟H2110i的几个重点特色 那当然 刚刚我们可能没有讲清楚 就是 210i跟Elite 都是属于有 smart device的版本 对 那H510也有i 跟没i 510i 510i 510版本这样 就是H510有三种 对 一个就叫H510 一个就叫H510i 跟H510 Elite Elite就是这台 就是前门版是玻璃 然后有smart device 所以 那如果 H510的话就是没有smart device 没有smart device 有i就代表一定有smart device 对 那只是说 H510跟H510i就是前门版 对 然后510i是有device 但是前面 510跟510i都是前面是钢化玻璃 不是钢化玻璃 这个是金属 不是不是就是金属 金属 对对对 然后只有Elite才是有 前面是钢化玻璃 没错 就是这样的 好的 那这样就是H510i的话就是 前面大家看到 ITX的主机 对 不是ITX OK 然后再的话是之后 我们还会有一个是H710i 就是他们属于他们最高阶的 最高阶的这个主机的开箱 对 所以我们之后还会再做出710的开箱 给大家加测 给大家看一下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今天的重点整理 OK 好 请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好的 那今天的重点整理就是 维持H系列 NXT的H系列 它的剪接俐落的质感 然后新的Elite的话 它有玻璃门板 然后跟RGB风扇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这一个Elite 就是 应该算装到好了 RGB风扇 RGB灯条 控制器 控制器 然后再加上前面跟侧边的钢化玻璃 没错 它就是该有都有 对 那再就是新系列都换上Smart Device V2 对 那就等于说我灯条风扇都可以一起控制 我还可以继续扩充 所以 相较于以往的话 如果你很在意RGB的话 我觉得你买新的系列绝对是 是比较划算 比较方便 对 你不会说我现在想要装 二代的RGB风扇 对 结果它还要再多一个控制盒 所以你就要 再长一个控制盒 然后又要再一个USB控制 比较麻烦 就是以前接起来会比较麻烦 那现在有了这些之后 就是你只要全部扩充进去到Smart Device V2 就好 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H510 Elite跟H210i 那这两个的话已经有详细的开箱跟安装的测试 已经在我们的官网上了 对 那有想要就是参考的玩家都可以去我们的论坛 或者是我们的News 可以看到这两个开箱 那当然因为这支影片我们会排首播啦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小编在留言下方跟大家互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在那边跟我们一起 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在 应该已经下飞机了 下飞机了 已经在玩水了 对对对 所以应该我们还是有 我们会有 留守小编 会帮忙跟大家互动 没错 他比较辛苦 OK 那这是我们 这一次首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没错 H510 Elite跟H210i的即可 好 我们今天就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就 观众们大家拜拜 拜拜